晚上肚子餓不著 或者沒有胃口特別想吃粥 皮蛋獸肉粥基本首選 容易煲又好吃 稍微有心思 比十多元一碗外賣好吃太多 下午6點買豬肉已經有得價 首先買十多元豬骨 小桶骨上面的獸肉又嫩又鮮甜 把上面的肉切出來 放少許鹽醃豬骨 煲粥的瑤柱稍微浸水 煲粥最好用新的珍珠米 放少許油鹽醃一醃 就沒那麼容易黏底 煲出來的粥適宜鮮亮 可以縮短煲粥的時間 粥又特別綿滑 桶骨的鈣質豐富 煲粥底又甜又有營養 凍水落鑊撈走防沫 再用水沖乾淨骨攝血沫 根據自己喜歡的濃度加水 放耀煮 放桶骨再加一片薑 大火煮滾 用索刮即刮鍋底 調成中火不要吸那麼密 留一條辣子讓它休息 給粥保持一個翻滾的狀態 怕黏底就隔幾分鐘攪拌 大概煮一個小時 趁它煮緊 備其他材料 為了縮短皮蛋成熟週期 很容易就有各種重金屬超標 最好買可以追溯產地的正規廠家皮蛋 請它一制跳個TikTok舞 如果聲音清脆厚實 脫開可以見到清晰的花紋 手感Q彈好像啫喱一樣 就是漂亮的皮蛋 也叫送花丹 切開蛋黃是蜜綠色 不會流心製醃製成熟的皮蛋 可以涼拌或煮粥 再將豬骨剔出來的肉切薄片 切少許薑絲 放少許胡椒粉 一坨鹽一坨生粉 用花生油醃一醃 滾粥的時候又嫩又滑 不知為何豬肉降價蔥就超級貴 3元多買了一棵又老又殘 含類似成迷人的蔥花 上足麵可以煮多1小時 先放皮蛋 皮蛋都可以下米的時候一起煮 大火下豬肉 撩開它 讓它熟快一點 再放鹽 再磨少許醒神胡椒粉 淋一圈熱油 再下蔥花就完成 一鍋有錢都必定買得到的 住家皮蛋瘦肉粥必須足麵肉滑 靚筒骨及瑤柱煮出來的香甜 絕對不是味精可以代替 營養滿分 食一鍋都不會口渴 皮蛋軟硬色中又Q彈 筒骨煮1小時剛好入口軟螺 從小吃到大的皮蛋瘦足 其實每家都有自己的獨門秘技 簡單不代表沒有發揮空間 我是Miu爸爸 覺得好吃點個讚先走 愚 Phar 佞 佞 佞